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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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减少漂白粉的气味 水温要求以100度的沸水为佳 普洱茶冲泡基本不正 普洱熟茶茶汤图一 备聚 准备好茶叶和茶具 二 温和敌聚 往茶具中之路烧开的清水 主要起到温和温微以及敌聚的作用 三 投茶 将茶叶置入壶中 四 润茶 沸水冲入壶中 快速将茶汤倒出 以达到醒茶之目的 五 冲茶浸润 根据实际情况掌握浸泡时间 六 分茶 湖中的茶汤倒入公道杯中 以保持茶汤浓淡的均匀 再分别均匀地分入小杯 再请客人分享 其实冲泡普洱茶 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袭击 重要的是在掌握基础的方法之上 还得自己亲身实践 去感受泡茶的乐趣与宁静 这样才能收获多多 还能和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乐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